此次冬奥会菜品共有678种 菜单中兼顾世界各地美食 今天我来分享一道美食制作 年糕烧黄鱼 首先咱们把黄鱼处理干净 系上一只刀 起锅烧油 把黄鱼给它煎一下 煎至两面金黄 另外起锅 下入花椒大料 葱姜蒜煸香 加入干辣椒 加入咱自己的蜜汁酱料 这个蜜汁酱料里面有什么呢 有排骨酱 豆瓣酱 还有这个甜面酱 加少许的海鲜酱 这样出来之后颜色也漂亮 味道也好 好 煸香之后呢 加水 加少许的醋 生抽 老抽 盐糖 加入煎好的黄鱼 放入年糕 大火烧开 小火焖十分钟 好 自然收汁 汁啊收至粘稠 出勺即可 冬奥会已经拉开尾幕 作为普通民众 我希望大家能够吃饱吃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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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